颜头巴 抬头过来了 这甲闻喝水眼就都不争了 大家好 我是翠华 翠华又给大家上新品了 这个新品可是咱们家广大网友强烈要求说的 翠华姐能不能上一个金饼 今天翠华姐给你们找到了啊 鱼脸店金饼 咱这个金饼是手工制作的 这一袋是320克 有16张至18张左右 这个金饼是不是都会吃 捐点土豆酥啊 捐点手葱啊 咱今天也给大家看看啊 金饼的特点是麦香浓郁 饱饵不破啊 弹性十足 看看啊 严家这个都给你剪成金鸡酥丝了 这个就是自己愿意吃啥 咱就卷啥了啊 这是没吃过东北这个金饼的 一定要来一份尝一尝 但是啊 卖三袋最划算 一会吃金饼 我让他吃金饼他不吃 你看看啊 今天这天不好下雨 他抖出去比较困难 金饼做法非常简单 水开了上锅 煮个五分钟 带着袋煮啊 金饼配土豆酥 那又配 咱来个土豆酥啊 爆炒 看刚拿出来这么厚一大张 这哪像金饼啊 那不得揭开吗 这家伙有16张呢啊 哎 就这么一拽 出来就一张了 哎 看看这 看看这啊 可以轻松透手的 这个吃法非常简单啊 你想卷啥就卷啥 哎 你说你卷点土豆丝 你说你卷点什么青菜 哎 都可以啊 你要是有条件 你咱来点肉 来个精酱肉丝啥的 那都没毛病 这葱不能少了 然后来点鸡蛋酱啊 要不然没有咸蛋啊 香菜再来两个 哎 这么一折 他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饱饱不漏 哎 然后呢 卷菜他还不破 刚刚有筋性啊 要不然怎么叫筋饼呢 看看卷完了 透着里头的酱 哎 啥啥都能凑出来 这个能做什么好吃不好吃 那就看自己了 放肉肯定好吃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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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